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直接 还说出这种话来 定不是娘亲 谢霄叔叔却结巴了道 我 我承认我还喜 喜欢着你 但你都跟姓陆的成亲了 我谢霄也不是什么横刀夺爱的人 这女子突然往谢霄叔叔身上贴近了几分 我看到谢霄叔叔脸都红了 她还在笑道 你对我这么好 我嫁人了也是可以合理的呀 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 不愿意 爹爹不知何时过来了 沉着脸一上来就直取这女子的命门 这女子顾不得调戏谢霄叔叔了 慌忙躲闪 嘴里还大喊道 堂堂录指挥时 怎么要打老婆了 爹爹冷笑道 也要看你配不配 说话间 我看到娘亲也抱着妹妹跑过来 谢霄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娘亲 更傻了道 这怎么回事 娘亲只是担心地看着爹爹 那女子功夫还挺高 爹爹用了几十招 还没把她拿下 娘亲焦急道 谢圆圆 你还不快去帮忙 谢霄叔叔犹犹豫豫豫道 老子可不像这个姓陆的这般美品 老子从不打女人 就怕让你失望了 爹爹听到她的话冷笑一声 忽然发力一脚踹向那女子的膝盖处 趁她吃痛的时候 手迅速地攻向她的脸部 只听斯拉一声 方才的小姐姐竟瞬间变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眉清目秀的小哥哥 爹爹唇角一勾 已将她置住道 看来这次出来不亏 总算带到你了 这人慌忙开口求饶 声音也切换成了男人的声音道 陆大人 我不过就是觉得好玩 所以捉弄捉弄这些傻子 我可没干过坏事啊 你不能把我关进赵羽去 谢霄叔叔气得双目瞪大道 你说谁是傻子呢 我看你是个变态吧 明明是男人的脸还穿着女人的衣服 男扮女装 不男不女 恶心 爹爹似笑非笑道 看看 你说你没干过坏事 却如此欺骗我们的谢将军 说不定给他纯情的少男心蒙上心理阴影 若是再严重些 让他从此一蹶不振无心当直 这京城和皇宫的防护就出问题了 若再有歹人闯入行刺陛下 那你可就要成为可以诸九族的千古罪人了 你说 我还能不能把你关赵羽 我心生佩服 这爹爹的鬼扯能力一点都不比娘亲差啊 厉害 这人果然急了道 你这是郁家之罪 你要是就这么把我关进去 还让我驱打成招 一定会六月飞霜 大汉三年 造成千古奇渊 成语用得还不错 爹爹点了他的穴 让他软软地趴在地上不能动弹 爹爹站直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道 千面狼君周小秋 师从诡异张迁 一手一荣术使得出神入化 能在观察一人片刻时间后就能模仿其声音和容貌 做到九分相似 可男可女 可老可少 本官可没说错吧 这周小秋哼了一声道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查到了小爷的底细 但小爷不过是贪玩而已 从来没用过这一荣术 做过害人之事 爹爹唇角 轻勾道 如此高明的一荣术却只是用来捉弄别人 岂不是暴殖天物 这样 北镇福斯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若你肯听从于我 从此愿意为我所用 我就饶你一命 如何 娘亲敲咪咪站在爹爹身后道 夫君 我觉得我们六扇门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爹爹笑道 我的不就是你的 他继续问周小秋道 是生是死 你来选 周小秋气得咬牙切齿道 小爷还能怎么选 你堂堂指挥时 居然逼梁为娼 小爷我鄙视你 呃 刚刚爹爹还夸他成语用得不错 眼下明显是乱用了 第二十三集 路易连破大案 今下为奖励他制造大惊喜 大家好 我是最最可爱聪明的陆元宝 自从爹爹把周小秋收编到北镇福斯之后 凭借周小秋鬼斧神宫的易容术 爹爹查起案来更加如鱼得水 再狡猾再嘴硬的犯人 爹爹总会找到那人的弱点 再通过周小秋 易容后的人在这些犯人面前吓一吓 他们不招也得招了 导致的结果就是皇帝对爹爹连练嘉许 一直将大案交与爹爹查办 爹爹也越来越忙 几乎都住在了北镇福斯 有的时候我好不容易在家里看到爹爹 都是看他满眼青涩 娘亲很心疼爹爹道 你爹爹这样下去会把身子都搞坏的 我得想办法帮帮他 我认真的出主一道 听谢萧叔叔说 一个男人如果很累 他的女人帮他消除疲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洗干净 送到他床上去 娘亲眼睛都瞪圆了 恨不得捂住我的嘴道 这些圆圆真是作死 敢教你这些卧挫的东西 等我明天见到他 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我继续天真无邪地问道 娘亲 什么叫卧挫 娘亲很怕我刨跟问底交坏小朋友 忙转一话提道 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帮你爹爹吧 刚说完他眼睛一亮道 有了 一日晚上我坐在院子里 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忍着被蚊子咬 听到熟悉的脚步声 我终于忍住了困意 迈着小短腿飞快地跑过去道 爹爹 你终于回来了 爹爹把我抱起来 又捏捏我的脸道 怎么还没睡 我搂着爹爹的脖子道 娘亲说爹爹最近辛苦 又破了好多大案 得到了陛下的嘉许 所以他也要好好奖励你 哦 爹爹饶有兴趣问 所以你娘亲让你在这盯梢 怕我匆忙回来 破坏了他的奖励 我认真的点点头 忽然听到娘亲在屋内喊道 袁宝 你爹爹回来没有啊 都准备好了 爹爹一笑 抱着我往屋内走 一推开房门 就觉得里面水汽缭绕的 娘亲在爹爹常坐的椅子前 放了一个木桶 那水汽就是从木桶里冒出来的 爹爹笑道 你这是要给我泡脚 娘亲有些得意地介绍道 我听我姨说过 足底的穴位连通全身 泡脚是最能解乏的 我还在里面放了爱叶 红花 放风 牛膝毒火等药材 都是可以活血解乏的 现在水温刚刚好 夫君快来试试 爹爹脱了鞋袜 将双足放入木桶道 确实挺舒服 娘子费心了 娘亲被爹爹夸 总是会不好意思道 这有什么的 夫君辛苦了 以后每晚我都为夫君 准备药桶泡脚可好 我还特意找我医学了 怎么按摩头部缓解神经 夫君要不要试试 爹爹自然什么都医着娘亲 就闭上眼睛道 好啊 我看在娘亲的按摩下 爹爹全身心都放松下来 于是我也跑过去 用小拳头帮爹爹锤子腿道 元宝也来帮爹爹 爹爹舒服吗 爹爹嘴角青阳道 我路易有此嫌七官 夫妇何求 刚感慨完 忽然误后 传来妹妹的哇哇大哭声 原来是她睡醒了 爹爹一听 立马从药桶里站起来道 花儿哭了 定是想爹爹了 我去抱她 看到爹爹连鞋子都顾不上穿 光着脚往妹妹的摇篮走过去 我在心里感慨 哎哎 看来爹爹再累再忙 也摆脱不了女儿奴这个身份了 ett